欢迎回来 新型电脑勒索软体Petya又在全球爆发 周二包括俄罗斯、乌克兰、英国等地的企业及政府机构都没能幸免 灾情也蔓延美国 全球已经有超过2000个受害者 连乌克兰副总统也受害 在这波大规模勒索病毒攻击中 乌克兰受害最为严重 最先传出遭受攻击消息的是乌克兰中央银行 随后乌克兰的电网、银行、政府机关相继传出遭受网工的消息 甚至连飞机场都没能幸免 一些政府官员被要求以比特币的方式支付赎金 俄罗斯、法国和英国也同样传出严重的病毒攻击 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攻击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乌克兰总理格罗伊斯曼表示 这次病毒攻击的规模前所未有 但多数重要系统并没有受到影响 乌克兰官员指出 这是今年5月份席卷全球150个国家的想哭病毒的新版本 乌克兰安全部则将这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指向俄罗斯 因为在初步的分析之后发现了俄罗斯黑客的痕迹 不过这却无法解释为何很多俄罗斯的大公司也没能幸免 其中包括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 同时传出受到攻击的还有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 WPP集团的多家机构 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的17个货运码头 预计遭受攻击的企业还会继续增加 新唐记者乔安综合报道